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是right的函數 right的函數跟left不一樣 left是從左邊算你要取的字元 right是從右邊算你要取的字元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這邊假設只要取ecel這五個字 可是偏偏它剛好在右方 那我怎麼去做出來這個計算呢 這邊輸入等於打入right 然後這個地方 這是我要計算的對象 然後告訴它從右邊幫我算五個字元回來 所以說把它這個值取出來 我們就給個5 然後輸入完我們的右刮弧 然後按下輸入按鈕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結果 那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你做的做法其實是雷同的 我們就用一個right的函數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取我們要計算的對象 然後告訴它要取回來幾個字元 四個字元那就打4 按下輸入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這個 DIDA這個文字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下面我們來看 就是left跟right的函數的配合 那我們要區碼的話 就是從左邊來算 所以我們這邊呢 只要做一個 應該就很容易明瞭了 好 那這個對象是它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從左邊取兩個字元回來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做完區碼的取樣了 那右邊呢 反而是電話號碼 那電話號碼 我們也可以從左邊 也可以 對不起 我們不可以從左邊 我們應該從右邊去取 好 所以從右邊去取八個字元回來 所以我們這邊輸入等於 好 打入right 好 然後呢 這邊一樣對象是它 可是我們要從右邊算 好 把八個位元取回來 好 然後輸入完又刮弧按下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計算的這個對象了 好 那這個left跟right的函數呢 這個和平呢 其實這一題呢 比較簡單 好 那同學們呢 可以試著做做看